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平時一些迷線的專門店,大家去得多 這次和大家一間很特別的 是專吃拉粉,我想很少地方是專吃拉粉 如果它這麼有信心,整間店都是主力吃拉粉 應該挺有特色的,而且位置都很方便 在深水埗而已,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跟我一起試試,Let's go 簡單講講交通路線,我們可以在深水埗港鐵站D2出口 一出來,走回到福榮街 全程大概兩分鐘左右就到 非常之方便 入到店鋪,它都是一些小店 不是很大的,不過也有很多桌子 不是被食物吸引著,而是被兩隻貓吸引著 它有兩隻貓很可愛 因為現在是11點鐘,它剛開門左右 沒有多久,就沒有太多人 一進來,好像有兩隻貓迎賓 它跟著你走,好像帶位一樣,很有趣 先看看牆,它寫著十大必食的 裡面很多都我喜歡吃的,譬如豬潤,鵝腸,牛腩 這裡有一個叫全日餐,十點半開始 我現在已經有11點鐘 全日餐是63元,有12款 看看配合是否適合你吃 我看到最吸引我,就是第一行第三個 有鵝腸,有藍肉 還有第二行,有豬潤春卷 還有其他那些,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餐餐是63元,是包一個奶粉 還有下面見到有1,2,3,4,5,6,7 7款小食,可以選一個 還有會包一杯豆漿和凍飲加3元 另一張餐餐,它有很多碗粉 是幫你選擇所有配合 見到最上的59元,寫著大大碗鮮製奶粉 原來它裡面有13種配菜,但不可以改 第三行,最後那個 就是一個叫潮州魚蛋加大腸奶粉 這個就45元,最吸引最吸引我 就是反而最後那行 最後那行,第二個 有牛筋,牛腩,牛肚 這個就是60元 還有旁邊有齊 是老喜歡吃的豬潤,鵝腸 還有加上有豬紅的 這個就57元 原來這個就沒有小食送的 這個就要另外交配一個小食 就會送一杯豆漿或者凍飲加3元 見到原來是假日沒有這些餐 小食大家自己看看價錢 除了奶粉之外,原來還有薯粉 雖然一丁和米粉一樣選 原來湯底都有不同選擇 如果剛才那些組合你不喜歡 原來這裡可以自行選擇幾個喜歡的菜 餐茶時段和學生優惠 我都拍給大家 你可以參考 平時吃奶粉最大機會 都是在酒樓吃 一些餐茶和燒鵝奶 奶粉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很爽 是用一些尖米 所以特別爽厚一點 但它就相對比較滑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通常一夾些奶粉 就這樣用來 專門吃奶粉,比較少 而且它只是手工製 所以都想特別試試 奶粉和平時我們酒樓吃的 燒鵝奶有甚麼分別 我分別叫它這兩個 有一個就加了小食 和夜飲 現在先喝一杯冬檸茶 這個是豬潤鵝腸豬紅奶粉 湯底都有幾款選擇 我就要了酸辣湯底 另外有些花生有些蔥放在這裡 如果你們不吃這些就跟它說聲 我就吃的沒問題 不是看菜式 先看了些奶粉 因為奶粉最主要是想嘗試的 看一看 難不難夾 可以的 你不會說一夾就散 不會像酒樓那些 一滑下來的那些 不會滑得很緊要 因為它這個手工製的 不是來貨的 不過看到它沒有平時那些透明的 這款就會啞色一點點 所以都有些期望 湯 這個是酸辣 待會要試一下才知道是怎樣 豬潤 看上去都是OK的 不是那些煮得熟透的那些 要快點試 否則浸得久 我都怕太熟透 都有三大塊都OK的 還有鵝腸 看上去鵝腸也挺正的 看上去是很爽的 不是那些很乾的鵝腸 不過它都是沒有肥膏的 清掉肥膏的 最後豬紅 有沙 不是,不止 有很多 其實菜式也挺多 OK的 第一件事 試一下奶粉 其中一件我不是很喜歡吃奶粉的原因 就是很滑下來 狂夾都狂滑下去 很難可以夾得起 這個很容易夾到,OK的 有一點像米線 試一下 試一下 這裏真是顛覆了我平時吃奶粉的想法 平時的奶粉一咬就會散開那些 這個是超煙韌的 而且很明顯一定是手工的 這裏是比較粗的 這裏是比較幼的 手工做才會有點不一 它的質感可以形容是奶粉加米線加烏冬的混合體 它有日本的烏冬 好吃的那些 會有點煙韌韌的 類似那種,但會再煙韌一點 它咬要咬很久 而且感覺上好像很飽肚 還有就是它不會像平時奶粉 不斷滑下去 不會在喉嚨一下就滑下去 要咬耐一點 有一點米線的感覺 米香味的混合體 我覺得吃一碗都可以飽很久 所以都挺低的 試一下湯 我這個酸辣 酸味不是很厲害的 是偏辣一點 香辣一點 不是那些很厚的 是清清的 豬潤也是我喜歡吃的那種 其實已經放了很久 因為浸在湯裡起碼有十分鐘 我一開始都怕 會不會放得久 會過熟呢 都不會 但你看一下 它是那些很嫩的豬潤 它沒有那些怪味 而且很容易咬 它是屬於很粉嫩的 它不是過熟的那些 會咬下去太粉的那些 它是剛剛好 連攝影師都咬到 因為它真的是豬潤的鑑定者 它吃到就肯定很多人都吃到 真的覺得好吃 因為它真的一般喜歡吃豬潤 它都喜歡吃應該都不差 大家都可以放心 這個豬潤 難怪真是十大必食 好,先試鵝腸 鵝腸很多 真是很棒 看看是否咬到 看看是否咬到 看樣子好像也不錯 很容易咬 鵝腸很爽 很爽 很容易咬 鵝腸很爽 鵝腸很爽 真的很好吃 鵝腸 它是很有心製的 它煮的時間剛剛好 不會是縮一塊 嘩,嘩,咬不開很韌 你試試看,你看你吃到 攝影師都咬到 他都說是好吃的 不過因為我這個湯有少少辣 他就不太吃得辣 他就覺得辣,我覺得是OK的 豬紅也不會一夾就散了 都是煙煙韌韌的 質感OK 不過咬下去有少少血腥味 有少少的味道 未必個個個接受到 攝影師突然有事想發表 因為蝦腸可能吃辣好一點 吃辣的程度就差一點 所以如果像我今天 就真的不要點這個酸辣湯 我發覺都挺辣 沒有,這個是不能調辣度的 這個酸辣的一個辣度 真的不要選擇它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酸辣湯 就沒有甚麼酸味 是辣味多一點 而且我現在吃完一口 嘴已經圍著很辣 小食我就叫了炸雞翅 這個價值38元 都很多 我沒有想過有五隻這麼多 而且每一隻都很肥脆 每一隻都很脆 因為我上網看到有人吃過 說雞翅很好吃 炸得很好 咬下去時也聽到聲音很香脆 我立即試一試 趁熱辣辣 熱辣辣雞翅呀 好,先蘸一下這個醬 嘗試一試 嘗試 嘩,好熱 嘩,好熱 已經出來了,看甚麼 嘩,好棒 難怪上網看到雞翅是必食 還要說到雞翅是被奶粉擔誤了 嘩,這雞翅真的超棒 它的皮很脆 而且你看到它的漿很薄 它不會很厚 它的調味不是很鹹 是很夠味的 即是不是那些死鹹的 有一點南乳 應該很香 嘩,咬下去裡面超多汁 炸至剛好裡面 你看到不會有紅色 即是不會生 但它裡面又保留到很強勁的肉汁 嘩,好香,好好吃 我覺得來到真的要必食 雞翅真的令我點一碟更好 嘩,這五隻都很划算 38元,嘩,真棒 真是好吃 真是好吃 老麥的 然後這個是牛腩、牛肚、牛筋的奶粉 這個是橄欖汁的 這個是柱喉牛腩來的 看看多不多 多 對,不錯 看上去都幾多 看上去好像都幾軟 軟 對 看看湯 好像都很濃郁 不錯,不錯 牛肚很多 都不少 嘩,這些是草肚,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這些 對 好像很多 很多 嘩,超多 看看牛筋 都不少 OK 我看到 都是軟的 先試牛腩湯 喝一口 好喝 它是很濃郁,但不鹹 有味道不會是很鹹 但又覺得很濃烈的味道 好,嘗嘗牛腩 看上去比較硬 嘗嘗 一咬就開 基本上牛腩 它是柱喉牛腩 很入味 而且很軟 一咬就化開 那隻 做得很軟 很有誠意 而且牛味都很重 好吃 好,嘗嘗草肚 看上去都是很軟的 我覺得嘗嘗 嘗嘗 嘗嘗 同樣都是很軟的 很容易咬 而且我喜歡草肚的質感 這個位置就硬硬硬 這個位置就很軟的 雙重的口感 而且都是很入味 牛筋 你看看 看上去很軟的 充滿骨膠軟 先補一補 先嘗嘗 牛筋又是超軟 很好味 一咬就咬得開 其實剛才市民司已經吃過了 這三樣 全部都過關 證明真的非常軟 我覺得這間店舖 很有特色 而且都頗有誠意 那些菜都很好吃 豬潤 鵝腸 牛腩 都很不錯 而且有些雞翼 真是超爆好吃 來得必點 而且我覺得價錢都不錯 例如像全日餐 你適合的菜 連上小食 飲品 都是63元 如果大家發現 有甚麼特色的小店 不妨在下面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今次分享你們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旁邊的小鈴鐺 新片出來馬上收窿 Follow我們Facebook、Instagram 一定在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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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